黄斧爵轻轻点头 分析得很好 不过你不用担心 你还小 这些事情我会处理 你先好好休息 过几天 我会安排老师教你 教我什么 甘堂好奇地问 很多 黄斧爵目光严肃 外文 礼仪 搏击 还有射击 射击 小家伙顿时双目放光 是像威尔叔叔之前 练把的那种吗 男人但笑 不仅仅是手枪 狙击枪 冲锋枪 你能想到的都有 满意地注视着 小家伙兴奋的脸庞 黄斧爵耸耸肩膀 不过 不在这里 你要和我一起回家 才可以见到 而且 不仅仅是这些 还有许多 比如 战斗机 军舰 潜艇 伸过大手 轻轻握住小家伙的手掌 男人温柔开口 小棠 跟叔叔回家好吗 小家伙虽然满心向往 却还是坚定摇头 你不喜欢 黄斧爵疑或询问 从一开始 他提起射击 小家伙就表现出 非常的兴趣 看得出来他非常想去 喜欢 小家伙鼓鼓小嘴 不过 我要和妈咪在一起 他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 比起妈咪 那些都不算什么 黄斧爵心中的失望化为欣慰 手指轻抚着掌心里 他小小的手掌 他轻轻点头 我会说服他 带你一起去 吃饱了吗 吃饱了就去吧 棉花糖喂了 甘愿支开甘糖 见小家伙走远后 甘愿冲黄斧爵道 我儿子哪也不去 黄斧爵点点头 嗯 你在哪 他就在哪 F国大使馆 安娜正在厨房里 和女佣一起安排早餐 听到急匆匆走进来的脚步声 他微笑着转过脸 早 目光解到走进来的男子 焦急的表情 安娜眉头微皱 马克 出了什么事 走进来的 这位年轻男人 不是别人 正是安娜的丈夫 F国大使罗德的助理杰克 夫人 不好了 杰克 将报纸送到他手里 出事了 杰克 直指报纸头条上 关于叶总会与张小琪的新闻 他就是我找的人 杰克压着喉咙说道 昨天幼儿园失踪的小孩子 就是那个甘糖 不过后来 他已经被找到 警方一已经找到凶手 那个人当场死亡 杰克的脸上写满担心 我原本以为 既然他死了 这件事情就不会暴露 可是 现在张小琪出事 我担心 你是说 黄斧爵已经知道了 被他如此一说 安娜的脸色也不由得 开始苍白起来 不 不太可能吧 那个人不是死了吗 据说 是公爵先生将孩子找回来的 在他死之前 黄斧爵有可能与他沟通过 所以 安娜抓住杰克的胳膊 他出卖了我们 杰克轻轻点头 很有这种可能 那怎么变啊 安娜紧张地问 他 他会杀了我们吗 二个人都是一脸焦虑 谁也没有注意到 不远处走过来的安妮 将二人的谈论收在耳中 安妮的脸上 立刻就染上怒意 你们 你们这两个蠢货 安娜和杰克 被他 吓得同时一颤 慌乱地转过脸 你们 安妮愤恨地指着姐姐 你怎么可以做这种蠢事 你知道 黄斧爵是什么人吗 我的天 我怎么会有你 这样的笨蛋姐姐 安妮 看到他 安娜立刻如溺水之人 抓到救命稻草 抓住安妮的胳膊 安妮 你快帮姐姐想个办法 我不想死啊 问 杰克手中的电话 突然震动起来 三个人都被他的电话 吓了一跳 杰克更是差点 把手机落到地上 看到上面的号码 他才定下神来 将电话接通 喂 好的 我知道了 是的 是 先生 将电话挂断 杰克紧拧着唇抬起脸 他 他一定知道了 两个女人都是心间一颤 怎么了 安妮问 杰克的声音都在颤抖 国内刚刚得到的消息 A国已经拒绝我们 之前提出的合作条件 是 是黄斧爵 亲自下达的命令 这 安娜胆怯地咽了一口口水 干巴巴地开口 应该不会是这个原因吧 他 他总不能为了一个 不相干的孩子 就轻易改变这么大的决定吧 哦 安妮咬咬嘴唇 你比我想象的还蠢 这件事情不能再瞒了 我必须要告诉姐夫还有父亲 转过身 安妮就要上楼 安妮 不要 安娜追过来 抓住她的胳膊 要是让父亲知道 她会打死我的 抓着妹妹的胳膊 安娜颤声请求 安妮 求求你 你帮帮姐姐 只要 只要你肯帮我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你们在做什么 客厅里 想起大使罗德的贺问声 几个人同时转过脸 目光里都有慌乱的神色 杰克吞吞吐吐地开口 我们 我知道 胖小子杰瑞 从楼梯外面探出脸 不客气地揭发着安娜等人 他们刚才在说秘密 还说 千万不要让你知道 什么秘密 罗德注视着安娜 皱眉询问 我 安娜看看安妮 咬了咬唇 终于还是说出实话 我 我找人对 对肝糖下手 黄斧爵好像知 知道了 罗德 他抬起脸 你 你快想个办法 啪 耳光在安娜的脸上 重重乍响 随后 罗德重重一推 就将妻子扫在地上 该死的蠢货 你怎么不去死呢 客厅内 电话响起 杰克忙着跑过去接电话 听了两句 就向罗德转过脸 先生 您的电话 让他过一会儿再打 是 是国会打来的 威延的嫂一眼姐妹二人 罗德大步走过去 接起电话 听了两句 没就皱起来 为什么 我有做错什么吗 电话那头的男生 语气冷漠 罗德先生 您应该很清楚 事情的起因 不是吗 可是 新的大使 会在一周之内上任 请罗德先生 准备好工作的交接 对方说完就挂断电话 喂 喂 该死 罗德重重将话机 摔回原地 全都该死 转过脸 目光扫过杰克 落在安娜姐妹的脸上 罗德深吸口气 人就咆哮出声 现在你们满意了 我已经不再是大使了 一周之内 我们就要 从这里滚出去 你们这些蠢猪 该死的剑 人 现在你们开心了 心中愤怒男子平 他走上前来 一把抓住刚刚被 安妮扶起来的安娜 抬手就是一拳 狠狠记在她的胸口 杀人 亏你想得出来 你怎么不去死呢 冲上前来 安妮一把抓住 她挥下来的拳头 够了 你以为你是谁 要不是我父亲捧你 你现在不过还只是一个 小小的中卫 你现在拥有的 所有一切都是我们给你的 罗德咬了咬牙 一把将姐妹二人一起推开 全给我滚 安妮站起身 看着消失在楼梯尽头的罗德 胸口剧烈起伏 目光就一点点地转了 如果你们不想死在皇甫爵手里 那么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杰克和安娜 都是不敢置信地看向他 找 找他 没错 安娜扬起唇角 我们现在就去告诉 公爵先生真相 告诉他真正 买凶杀人的人 是谁 二个人同时抬起脸 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然后就明白 他话中的意味 可是 安娜有些犹豫 公爵先生会相信我们吗 万一 他烦咬我们一口怎么办 安妮冷笑 那就别给他 出卖我们的机会 先下守围墙 安娜倒了一杯酒过来 这样能行吗 杰克就取出两粒药片 放到酒水里 用勺子搅化 我现在就去送给他 你去盯住杰瑞 别让他坏事 你放的药 会不会被查出来 安娜有些害怕 不会 这个药的药效挥散很快的 就算是查 也只能是畏罪自杀 这个结果 我 我怕 安娜的声音有些颤抖 杰克轻轻拂过安娜的脸 你忘了他以前是怎么打你的吗 你忘了他带女人回来 在你们的卧室上床吗 现在 就是你报仇的时候 而且 他死了 我们才能平安 正说着 罗德推门出来 看着两人亲密的模样 气不打一出来 你们两个站在 我门口干嘛 杰克赶紧道 先生 其实这件事 夫人他也不是故意的 毕竟杰瑞之前受了那么大的委屈 身为一个母亲 做出这样的事 也是情有可原 蠢货 罗德滴骂出声 我之前 就提醒过你 不要再去招惹皇府爵 根本就不听 你知道我走到这一步 有多么不容易吗 现在什么都被你搞没了 要不是因为看中你的家族势力 谁会娶你这种蠢女人 你这个蠢货 除了会拖我后腿 还会什么 安娜忍无可忍 反吼道 杰瑞可是你儿子 他受了委屈 你不能护着 他就算了 你满脑子 就只想着自己的利益得失 你就是一个 吃软饭的窝囊废 这样的男人 真的还不如死了算了 被戳到软肋 罗德十分愤怒 伸手打翻了安娜手中的酒 住口 你这个贱人 我要杀了你 夫人 杰克一见着架势 连忙冲过去接住安娜 夫人 你没事吧 你这个贱女人 一直只怕男人身上干嘛 还不赶快丢我起来 一看到眼前的场景 罗德更加暴躁 竟然敢当着我的面勾勾搭搭 看我不打死你 先生不要啊 夫人是吓到了 才站不起来的 杰克赶紧解释 挡在安娜身前 两人争执间 杰克的手枪掉了出来 看着罗德一步一步向自己逼近 安娜心里发怵 举起手枪 按下扳手 一声沉闷的枪响 打破沉没 血水喷出来 罗德的身子 立刻就如抽去灵魂一样 陷入一种僵直的状态 楼下 佣人拉开房门 站在门外的保镖用力一推 立刻就将房门分开 两个保镖先进来 随后是威尔 最后走进来的是一个高大的身影 黄斧觉 安娜和杰克纷纷吓了一跳 黄斧觉 他怎么来了 黄斧觉轻轻挑眉 看了看地上的惨状 看到额上一个枪洞 鲜血早已经染红衬衫的罗德 他眼中闪过一抹一色 这一次到罗德府上 就是来兴师问罪 还没开始 对方就死了 就算是 黄斧觉也没有想到 杰克的脸一下子如指苍白 不不是我 他慌乱地后退两步 手掌碰到安娜的胳膊 他一把将安娜拉过来 是他 是他做的 是他开的枪 这是怎么搞的 还愣着干什么 安妮就几乎出声 快叫救护车 他死了 威尔摸了摸罗德的脉搏 冷冷说道 不 安娜双腿发软 几乎无法站立 不是的 不 不是我 他是自杀的 我是自卫 他想对我动手 杰克打断了他的话 公爵先生 他就是绑架甘堂的幕后指使 罗德先生 就是因为劝他自首 才被他所杀 一切都是他指使的 他是为了给杰瑞报仇 安娜转过脸 注视着指证他的杰克 眼中满是失望与愤怒 如果不是你再一直鼓动我报仇 我会落得今天的这个地步吗 你竟然敢背叛我 我要杀了你 突然冲上前来 一把抓住杰克 用力地抓打着他的脸 骗子 混蛋 你竟然出卖我 你为什么这么样 如同狗摇狗一般 两个人就这样反目成仇 因为我不想死 我不想被他害死 就为了你这个该死的蠢儿子 我可不想去坐牢 两人争执着 一个后仰 从阳台上跌落下去 当天晚上 一条新闻 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 F国大使在家中被人谋杀 凶手是他的妻子和助理 后两人因杀人一事相互栽赃 从高楼摔下 生死未卜 网络上骂声一片 甚至有人跑到 安娜父亲的老宅那里丢酒瓶 吐口水 原本想要靠女儿风光的老侯爵 颜面尽失 安妮小姐已经将杰瑞带回国 F国表示很快就会有 新大使接替罗德的工作 威尔站在书桌前 平静地报告着一切的进展 皇甫决停下 写字的右手 判决结果可能是什么 因为事关重大 昏迷状态的安娜和杰克 都会被遣送回国受审 如果安娜杀人罪名成立 可能是终身监禁 至于杰克 大概是十年左右的刑期 F国是没有死刑的 就算是重要的犯罪 最多也就是监禁入狱 蓝童危险缩起 男人抬起脸 目光清冷而深邃 以后我再也不想听到 他们的任何消息 威尔轻轻合手 是 皇甫决合拢文件 放下笔走出书房 来到斜对面的主卧 只见小家伙静静地睡在大床上 并没有甘愿的身影 重新退出卧室 一侧脸 他就看到走廊镜头 露台上的瘦长身影 转身 走过来 在他身侧停下 他抬手 将外套披上他的肩头 夜凉 回去休息吧 甘愿抚在栏杆上 注视着露台外深邃的夜色 皇甫决 放我们母子走 好不好 男人声音低沉 你怎么又提这个事 我不同意 他转过脸 眸子亮亮地注视着他的眼睛 我知道我这么做 也许很自私 但是我希望 小唐能过普通的生活 拥有普通的人生 皇甫决清洗口气 他天生不凡 这就是他的命运 所以 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命运 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每天活在不安中 甘愿的声音变得尖起来 皇甫决抱住转身要走的女人 不要走 不要再消失了 你说 你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每天活在不安中 那么我呢 权力 地位 财富 身份 只要你同意留下 我保证 所有一切都不是问题 露台上 只有月光 月光下 男人蓝眸温柔 如平静的大海 他不敢看那双眼睛 只害怕多看一眼 就会被他的温柔融化坚强 垂下脸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片刻 又抬起脸 好 抬眸 注视着他的眼睛 他缓缓开口 我给你一个机会 我绝对不可能 与一个王储在一起 如果你愿意放弃 你的继承者之位 我舅 刘夏 你不用现在回答我 我给你三天的时间考虑 晚安 男人站在走廊里 注视着他的背影 目光深沉 松开他的手掌 他迈步从他身侧走过 一步一步 始终没有回头 他知道 他不可能放弃 三年前 在一次采访中 他曾经说过 他此生最大的梦想 就是 做一个真正的好国王 从还是少年时开始 这个男人就一直在努力 向着这个目标前进 他不可能为了他放弃 回到主卧 走过来在大床边坐下 他抬起手掌 轻轻抚抚儿子的脸 小唐 对不起 他还太小 小到没有能力保护自己 这一次的绑架事件 已经为甘愿敲响警钟 那个男人是未来的国王 耀眼的如同太阳 离得太近 很容易就会受伤 他不能让儿子 再处于险境之中 清晨 甘愿与甘唐一起下楼 来到餐厅 并没有看到黄斧局的身影 餐厅门外 站着威儿 先生有些事情出门 二位先用早餐 过一会儿 医生会过来帮您换药 威儿走过来 将一个小小的精致木盒 放到甘愿手边 甘小姐 这是您之前房子的钥匙 如果您需要拿什么东西的话 随时可以派人去拿 所有的东西都在原地 如果您现在不需要 我也可以先带您保管 太好了 桌子对面 甘糖一脸喜色 我们可以 把我的花拿过来 还有妈咪种的花 甘愿擦了擦嘴巴 我要回家一趟 您需要什么东西 我马上派人去取 威儿主动请鹰 我要亲自去 您的伤还没有完全恢复 先生说 尽量不要让您出门 后面一句 有明显的水分 其实那个人的原话 比这句严格的多 甘愿轻笑 他应该是说 不许我走出大门一步吧 被他一语中地 威儿甘巴巴的笑了笑 没有出声 抬手 将那个木盒子 递到威儿面前 甘愿正色开口 那就麻烦你亲自走一趟 把小糖的花 拿回来 那些是这个孩子的宝贝 我不希望他们被弄坏 好的 威儿按松口气 接过钥匙 我马上就去 威儿叔叔 甘堂立刻接过话头 我的话都是 我的房间里 书架下面有一个大抽屉 一定不要折 威儿立刻就向他露出笑意 放心吧 肯定不会弄坏你的宝贝 对这个小家伙 威儿可是喜欢得很 不仅仅是因为他 身为皇甫爵儿儿子的身份 更是因为这个孩子的聪明懂事 好好照顾甘小姐 和小少爷 向几个女佣和保镖吩咐一声 威儿带上一名手下 急匆匆地行下台阶 皇甫爵临行之时 特别吩咐过 一定要保证他们母子的安全 要不是那些事 甘堂非常重要的东西 他也不会亲自前往 坐回沙发 注视着威儿的车子驶出大宅 甘愿立刻就撑着俯手站起身 牵住甘堂的小手 将小家伙带回楼上的主卧 打开手机 买了两张机票 妈咪 您又要干什么 看着他收拾东西 甘堂就疑惑开口 我们现在就走 为什么 我现在 不能告诉你原因 甘愿蹲下身来 扶住儿子的肩膀 不过 妈咪可以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 如果你想要留下 也可以 皇甫爵说的也不无道理 他没有资格安排小家伙的人生 或者 应该交给他自己选择 相信 如果他真得留下 皇甫爵一定会好好疼爱他 照顾他 身为一个男孩子 不应该缺失父爱 跟着他 他只能隐姓埋名 如果把他交给皇甫爵 他的人生肯定会大不相同 他不应该这么自私 甘堂皱起小眉毛 不能两个都选吗 他摇头 不能 他也很想 可是 他不能让那个人 这个孩子 是他和皇甫爵的孩子 否则他不会放过他 也不会放过甘堂 小家伙立刻就 毫不犹豫地开口 我要和妈咪在一起 他心中一暖 人就含笑在 小家伙额上轻了一计 小唐 你仔细听妈咪说 如果你想要留下 真得可以 如果你留在皇甫叔叔身边 你不用再像以前一样 和妈咪经常搬家 你可以去最好的学校 将来 你有可能会像他一样成为国王 小家伙摇头 我不要当国王 我要妈咪 我会去看你 每个月 不 每周一次 好吗 小家伙依旧摇头 我要一直和妈咪在一起 永远在一起 皇甫叔叔是公爵 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可是妈咪 只有他 好孩子 他和碧庸他入怀 声音难言哽咽 那好 妈咪和小唐永远在一起 妈咪要看着你长大 结婚 生子 任何人也不能把我们分开 伸出小胳膊 抱紧他的颈 甘堂重重点头 等我长大了 我来照顾妈咪 我能去个洗手间吗 小家伙问 当然 快一点 要不然 我们会赶不上飞机的 郊外 灿烂地出下阳光 笼罩着这一片绿草阴阴的坡地 山坡斜下面的山谷中 一座玻璃顶建筑 格外的耀眼夺目 此时此刻 房子的主人正套着 一身舒服的亚麻衣裤 懒洋洋地躺在 天井下的白沙发上 脸上遮着一本分开的书 男人周身都笼罩在 从天井投下来的阳光里 修长的手指 轻压在书本上 慵懒如狐 又若出世的仙人一般 隐约透出几分脱沉的味道 对面沙发上 坐着一个男人 西装革履 面色深沉 正是皇甫爵 我这次过来 就是想要由你来继承王位 白沙发上的男人 动也未动 仿佛已经睡着了一样 没有半点反应 皇甫爵站起身 走过来 一把抓走他脸上的书 失去书本遮挡 男人精致面容 立刻就暴露在阳光下 那张脸 原来 优优独播剧场上 你别像小孩子一样 幼稚好不好 皇甫爵松开他 将自己扔回沙发 人就懒洋洋的一摊手臂 你看看我 哪里像是国王了 皇甫爵平静地注视着 沙发上的弟弟 除了比我晚出生几分钟 你没有任何地方比我逊色 这一句 绝不是恭维 所以重点来了 你是长子 你是王储 我不是 皇甫爵抬起手臂 扶住沙发背 想想看 消息放出去 老爸老妈会怎么想 还有你的拥护者 媒体 他们会把甘愿吃了的 生活不是小说 不爱江山爱美人 那一套是吃不开的 从此以后 王子和公主过上幸福的生活 那是童话 男人只有更强大 才能保护自己的女人 不是吗 皇甫爵还要开口 口袋里 手机已经震动起来 取出手机 看到上面威尔的电话 他立刻将电话接通 什么事 先生 甘 甘小姐不见了 死丫头 低骂一句 他转身 就往门外冲 注视着门外的车子 风驰电车的十月 黄甫爵就轻虚口气 摇头感叹 问世间情味何物 只叫人疯狂吃颠 不过话说回来 漂亮的眉微微皱起 黄甫爵抱着胳膊坐回沙发 既然甘愿连孩子都生了 为什么不肯接受我哥呢 沉思片刻 他利落地从沙发上起身 勾起桌上的电话 帮我订一张机票 目的地 瑞士 大哥现在已经被这个女人 折腾得魂不守舍 估计也抽不出时间 来查明真相 就让他这个当弟弟的 去帮他跑一趟吧 事关自家大哥的终身大事 他当然 也不会置身事外 不知道从何处着手 就从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开始吧 机场 甘愿 将车子 驶进停车场 拉开车门 对面甘堂就抬腕看看时间 转过脸 看向车窗外 这么久了 黄甫叔叔怎么还没来 下来了 甘愿笑着帮他拉开车门 小家伙收回视线 钻出车子 任甘愿牵着他的小手穿过马路 一进后机厅 他就抬手捂住肚子 妈咪 我要上厕所 看到他的样子 甘愿关切地弯下身 扶住他的胳膊 肚子疼 小家伙轻轻点头 他左右看看 忙着 将小家伙抱起来 大步冲到洗手间门外 进去吧 妈咪在外面等你 要是有事情 就给我打电话 好 甘堂跑进卫生间 找了一个隔间关好门 立刻就抬起左腕 用腕上的手表手机 拨通黄斧爵的电话 电话那头 黄斧爵已经赶回大宅 正快步冲进二楼的主卧 看一眼左右 视线扫过卫生间里的灯光 他转身冲过来 一进门 就看到镜子上 用牙膏写着两个大字 机场 门外 甘愿抬腕看看手表 视线又一过来落在 南西生间的门上 这个小家伙 怎么还没好 心中担心 他迈步 走到南西手间附近 正要呼唤儿子 突然伸过胳膊 粗鲁地将他推开 嘴里就用英文喝道 让开 甘愿被对方推得侧退两步 侧眸看过去 只见一个高大的白人男子 正转过身子看向他身后 甘愿已经向转过脸 一眼看过去 就见一位高大男子 正在几位黑衣保镖的护卫下 环步走过来 男人身材高大 一边走一边 还在接听电话 似乎是电话里的内容 并没有让他满意 他修长的眉毛微微皱起 在眉心拧出几个漂亮的小疙瘩 男人年纪与皇甫爵相仿 留着俐落的黑色短发 肤色 是如玉石一般的白皙 狭长的单凤眼 挺直的鼻梁下 唇色艳红 那张脸 那个人 甘愿只扫一眼就知道 自己不会认错 摩西 他到底还是来了 抬手挡住脸 甘愿侧身转了一个弯 立刻就一个剑步跳到墙侧 猫一侧地缩起身子 从身上摸出一只小镜子 悄悄地伸出墙侧 借着镜子的反光 他清楚地看到男人 目不斜视地走进洗手间 快要跳出胸口的心脏 落回原地 片刻又重新紧张起来 甘堂还在洗手间呢 收起手中的小镜子 他迅速摸出手机 拨通甘堂的电话 小堂 你完事没有 妈咪 您再等一会儿 我很快就好 他皱起眉 待在隔间里 不要出来 在妈咪在打电话给你之前 绝对不可能出来 你听到了吗 回答我 小家伙听出他语气不对 妈咪 你怎么了 正面回答 他的声音严厉起来 我听到了 小家伙虽然不知道 他为什么这么紧张 却还是乖乖地开口 我会一直待在隔间里 等你打电话再出来 将手机塞进口袋 他握着拳靠在墙上 假装着对镜子补妆 目光就一直盯着镜子里 映出来的男戏手间的情景 终于 刚刚消失在他眼中的摩西 重新从洗手间里走出来 迈步走向出口 事实上 他只在洗手间内待了一分钟 这一分钟 对于甘愿来说 却足有一个世纪那样的漫长 看着他走向出口 甘愿微松口气 正准备收回镜子的时候 迈步向前的摩西 突然停下脚步 然后 向他的方向转过脸 心间一颤 他迅速收回镜子 先生 管家疑惑地顺着 男人的目光看过去 有什么事吗 注视着远处空荡荡的转角 摩西缓缓地收回目光 没有 刚才 隐约感觉到哪里不对劲 似乎是有人 在悄悄地窥视他 大概只是错觉吧 墙角处 甘愿惊魂未定地缩着身子 握着拳头紧贴着墙壁 人就凭着呼吸 倾听着不远处的动静 他发现他了 不 不可能 甘愿小心翼翼地探出半张脸 想要观察摩西这边的情况 刚刚捕捉到摩西的背影 手臂就被一只手掌紧紧牵住 皇甫决一把将他 拉到自己面前 人就皱眉盯着他的脸 所以 昨天都是在骗我 是不是 说什么给他一个机会 说什么只要他不做 继承者就和他在一起 亏他整夜未睡 一大早就去弟弟商量 结果呢 所有的一切不过不是 他的缓兵之计 此时此刻 他的失望比气氛还多 眼前的局面 完全出乎他的想法 甘愿张了张嘴 却不知道说什么 目光下意识地看一眼他的身后 隔着他的肩膀 他清楚地看到摩西 正向他们的方向转过脸 这也难怪 这么一大群人突然冲过来 普通旅客都难免转脸观察 更何况是一向敏感的他 心脏猛地抽紧 甘愿知道躲闪不及 集中生智 上前一步 他伸出手臂 紧紧地抱住他的颈 脸一侧 将脑后转向摩西的方向 脸就贴上他的颈 抱我 一切太过突然 黄斧爵原本 还在极度的气氛之中 甘愿突然抱过来 他反倒愣住 没有感觉到黄斧爵的回应 甘愿气得暗暗咬牙 混蛋 这家伙就不能配合他一下 心中暗骂 他微微踮起脚 主动吻上他的嘴唇 此时 黄斧爵已经回过神来 感觉这女孩子柔软的唇 付住他的 他才意识到 他在做什么 原本想要逃跑 突然又抱他吻他 这肯定又是他的伎俩 以为这样 他就会放松警惕 给他逃走的机会 臭女人 心中气骂 他伸过手臂 紧紧扣住他的腰身 另一只就从他的腕上抬起来 抵住他的后脑 然后反吻他 臭女人 又想逃 以为主动吻他就有机会 休想 拥着他 他用力地吻 那种感觉 似乎是想要将他整个人 都揉进他的骨肉 这样他就再也逃不掉 两个人吻得忘我 身体相贴 唇齿相依 两个人似乎都要揉成一个 摩西只看了一眼 就收回视线 甚至都没有 认真看甘愿一眼 他没有心情去关心别的女人 他也从来不关心别的女人 当然不会对一个在机场里 和男人接吻的女人 有任何兴趣 此时此刻 他只想找到他想找的那个人 出口外 早已经有车子在等候 手下拉开车门 摩西矮身坐进车内 人就沉声下令 王朝酒店 甘堂小心翼翼地 推开洗手间的门 从门缝里探出小脸 注意到远处拥吻的男女 他先是一正 然后就小嘴一扬露出笑意 嗯 这才对嘛 电影里 男主角追到女主角 都是要接吻的 这就意味着 他们要和好了 心中喜悦 小家伙推开门小跑过来 没有去打扰黄斧快和甘愿 只是笑眯眯地 站到威尔身侧 一大一小目光一对 威尔就向他悄悄地竖个拇指 小家伙怂怂肩膀 回他一个心照不炫的微笑 带小唐上车 哑着喉咙吩咐一句 黄斧决一把拽住甘愿的胳膊 拉着他就走 喂 你带我去哪 甘愿低声质问 甘堂跟着他走向出口 威尔叔叔 黄斧叔叔要带妈咪去哪啊 这个 威尔甘笑一声 我 我也不太清楚 甘堂转脸 看着黄斧决将甘愿拖过拐角 他 他不会欺负我妈咪吧 威尔笑得有点心虚 这个 肯定不会 小家伙停下脚步 不行 我要过去看看 他并不想让甘愿离开黄斧决 但是这并不代表 他允许黄斧决欺负 自己最爱的妈妈 小唐 威尔忙着拦住他 我想 先生一定是要带一个 安静人少的地方 和你妈咪 好好谈一谈 咱们还是不要去打扰他们的好 甘愿清醒过来的时候 夜色阑珊 睁着眼睛 入目是一片黑暗 他侧身 想要去摸索着打开灯 看看四周的情况 全身从头到脚都酸软的 好像没有骨头 每一寸肌肤 每一块肌肉都处于 极度的疲惫之中 一个翻身的动作 都让他有点累 今天下午 他到底是如何 被他带离机场 甘愿并不知道 他只记得在那间狭小的杂物间里 男人像的疯子一样 要他 直接他 终于承受不住 在数次达到顶点之后晕厥 后来他做了什么 他如何将它从机场带回来 所有这些 他完全不知情 摸索到桌上的灯 他吃力地用指尖按下按钮 灯光亮起来 映亮四周的一切 深色窗帘遮住光线 简洁现代 又不失奢华的装饰 入目的一切 只有黑白 和深蓝三种颜色 这是一间偌大的主卧 而他现在就在主卧的大床上 认出这是皇甫爵的卧室 他轻轻地叙了口气 门外 有脚步声响 在门口处停下 随后房门被人轻轻推开 甘愿抬起毛子 正迎上男人深沉的蓝毛 走过来 将手中的托盘放到床边 皇甫爵侧身 在他身侧入座 小唐在哪 睡了 在你睡着的时候 我已经安排他睡下了 你放心 他现在已经睡得很香了 皇甫爵继续说道 甘愿的脸红了起来 嗓子都哑了 都怪这个不懂克制的家伙 正想着 皇甫爵气身过来 在甘愿的肩上吻了一下 好点了吗 我刚刚好像太激动 有点没克制住自己 不要说了 甘愿伸手堵住皇甫爵的嘴 皇甫爵将手放在嘴边妈撒 我们算起来都老夫老妻了 你怎么还是这么害羞 看着皇甫爵 甘愿赶紧道 皇甫爵 我饿了 我饿了 端着杯子小口地喝着果汁 他的眉就微微皱起 摩西来这里是不是来找他 他并不能确定 不过有一件事情 他确定无比 如果被他发现 他还活着 如果他知道 他是因为皇甫爵而背叛他 甚至还生下这个男人的孩子 他一定要他还有小唐的命 甚至还会加上皇甫爵 他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可是 肩膀上微凉的触感 甘愿转过脸 只见身边的男人不知何时 已经用棉签沾了药膏 再帮他涂肩膀上的齿痕 现在心疼了 之前干嘛咬他 他气恼地瞪向他 目光落在男人专注的侧脸 想起他在机场看到他时的表情 心中又是一阵嘶嘶啦啦的疼 深吸口气 他轻声开口 皇甫爵 你带我走吧 男人涂药的动作一僵 被他骗过一次 他哪里还会信他 我是认真的 他紧紧地抱住他 我们明天一早就走 你想带我去哪里 都可以 他不能让摩西找到他 在此之前 他必须要带上甘糖 还有他离开这里 蓝毛微微眯起 目光从他伸到他面前的 手掌上抬起来 落在他的脸上 皇甫爵专注地注视他片刻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一次次地拒绝逃离 他虽然生气 却并不意外 可是现在 他突然一反常态 要主动要跟他走 皇甫爵难免生疑 我 他垂眸沉思片刻 人就向他靠过来 身臂拥住他的颈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其实我 我六年前就喜欢你 但是你的身份 我 我配不上 起初 只是想要给自己找一个理由 说到最后 他已经不自觉地动情 皇甫爵 对不起 听到最后这三个字 一向清冷的男人 也惊为之动容 伸过手掌来拥住他的腰身 他的大手轻柔地 抚着他的头发 我不是说过 无论你是什么人 我都不在意的吗 我知道 可是我 他哽咽着说下去 我明白 拥着他的手臂收紧 皇甫爵与其心疼 我明白 我都明白的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他却是未来一个国家的王 这样的差距 如同一条红沟 他因此而退缩犹豫 他完全可以理解 我早上已经和弟弟商量过 只要他肯接受 我会说服我的父母 允许我放弃继承者之位 他猛地一惊 人就直起身子 你 你是认真的 今天早上一早出门 难道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不行 不等他开口 他已经抓住他的手掌 不要放弃 你不是说过要让你的国家 变得更加美好 没有战争 没有贫穷 没有犯罪 所有的人都可以安居乐业 你怎么能放弃你的梦想 男人咪谋 你怎么知道 这是三年前 他在王储加冕 演讲时说过的话 他竟然能一字不落地背出来 我 他青阳唇角 我看了直播 事实上 不仅仅是直播 他在网上看了无数次那段视频 甚至还辈分一份在硬盘里 不仅仅局限于此 他的新闻 有关他的报纸和杂志 只要他看到的 他都会认真地阅读 只是担心被儿子发现 才没敢轻易收藏 他加冕储君 他为他喝彩 他到灾区探望伤民 他整夜地守在电脑前 关注那边的情况 从来不信神佛的人 一次次地向着陌生的神佛祈祷 生怕再有灾难发生 这六年 他虽然人不在他身边 目光却从来没有 从这个男人身上移开 皇甫爵抬起手掌 扶住他的面颊 所以 这六年来 你一直都有在关注我 他轻轻点头 傻瓜 称骂一句 他重新将他揽到怀里 我们明天就回国 我带你和小唐去见我的父母 不 不行 甘愿忙着直起身 绝对不行 他只是想要他离开这里 并不代表他已经决定将一切 公布于众 以他的身份 一旦消息传出去 他瞬间就会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那样岂不是将自己和小唐 送到摩西面前 我们现在还不能对外宣布 我 我不想小唐天天被记者追拍 他还太小 而且 我一直告诉他 父亲已经死了 他悄悄看看他的脸色 两手伸过来 抓住他的手臂 我们先低调一点 好不好 男人沉思片刻 轻轻点头 这件事情 确实要好好地处理一下 毕竟 他不是普通人 甘愿轻松口气 回他一个微笑 注视着他的笑容 他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你真得不是在骗我 我 他一直心虚 暗暗咬了咬牙 人就像他翻个白眼 你不信 那算了 明天我就带小唐离开 不要 他抬手轻抚着他的脸 答应我 从现在开始 再也不离开 他的蓝毛里有霸道 更多的是蜥蜴 那对毛子写满深情和不确定 那你也要答应我 绝对不要放弃你的梦想 你确定 他郑重点头 因为我爱的那个男人 绝对不会放弃 他想要做的事情 他说爱 他说爱 他展颜 脸上的笑容如春风出智 让整个世界都为之明夜 再说一次 他一正 然后就像个小女孩似的撇嘴 不要 他抬手扶住他的胳膊 就一次 这是第一次 从他嘴里听到那个爱字 他要认认真真的再听一次 我都说了不要 甘愿 不要 小月 黄斧爵 你烦不烦 啊 你肉麻死了 我都说了不要就是不要 就一次 大手捧住他的小脸 男儿脸凑过来 毛子那么近地直视着他的 语气如水温柔 就这一次 乖 男人的掌心无比温暖 那温暖仿佛从他的面颊 一直暖到心底 他抿了抿 人就轻声开口 黄斧爵 我 话到嘴边 又耿住 这一句一旦说出来 二个人的关系 便有了质的不同 等到他再次离开的时候 他将永远也不可能再原谅他 可是 眼前的那对眼睛 那样渴望地注视着他 他无力拒绝 我 凝视着那对眼睛 他的脑海里闪过 六年前的那些过往 终于开口 我爱你 一直 都爱 所以 只要他平安 他可以做任何事 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 哪怕死 哪怕 永远被他憎恨 来而满足的杨纯 手臂一拥 就将他再次拢到怀里 拥着他 他垂着脸 亲吻着他的头发 好 我们明天就走 刚好我有一个会议要参加 等我忙过这几天 我会尽快想一个好办法 给你们母子 一个光明正大的身份 到时候 再也没有人会阻止我们在一起 他笑着扶正他的身子 甘愿 我要你做我的王后 侧身 他头一侧就再次稳住他 他不想睡 他就陪他到地老天荒 两人的忘情 以至于 根本没有听到 桥梁的来电 半旧小区门口 一辆尊贵奢华的黑色汽车 缓缓驶入 在17号楼三单元门口停下 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助手 拉开车门 踩着高定意大利皮鞋 没有半点尘土的脚 伸出来踏上地面 三楼302 之前甘愿和儿子就住在这里 助理恭敬地弯着身子 报告道 摩西转过脸 扫一眼 这座半旧的小区 这些老房子 至少也有15年的房龄 她的该呀怎么可能 住在这样的地方 楼门里 脚步轻响 一位老太太拉着一位 生得很可爱的小姑娘走出来 看到门口有人 小姑娘抬脸看向摩西 触到男人冰冷的脸 原本蹦蹦跳跳的小家伙 一下子就停下来 手指一抖 手中握着的 一只小玩具球 就从手中掉下来 咕噜咕噜滚到台阶下 滚向摩西 抬脚 摩西迈不向前 将球给小姑娘 给 整个表情阴森的恐怖 小丫头小嘴一扁 哇的哭出声来 听到她的哭声 摩西不越皱眉 脚步未停 目光就移过来 落在祖孙俩的身上 老太太凭着多年来人生的经验 感觉到事情不对劲 一把抱起孙女 急急地离开 一行人上楼来到三楼 不用她下令 助理已经轻轻挥手 一名保镖立刻就快行几步 走上前来 用自己带的工具 向门打开 恭敬地拉开门 请摩西进入 房间内简洁而干净 因为皇府觉得吩咐 之前所有的东西 都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环视一眼四周 摩西静止走过来 停在酒驾面前 酒驾上只有两瓶酒 一瓶没有开封 一瓶喝掉小半 房间很干净 习惯没有变 男人开口道 小姐在王朝酒店的工作时间最长 据酒店工作人员表述 她与酒店那一位 名叫乔良的二厨走得很近 不过在小姐离职没多久 这位厨师也走了 助理在一旁汇报道 之后 她曾多次出现在这个小区楼下 最近一次 是四天前 乔良 有点意思 男人勾嘴轻笑 楼下 乔良躲在暗处 拨打了个电话 那些人到小院家中 不知道要干嘛 在客厅转了一圈 没有什么发现 摩西转身走过去 走进其中一间卧室 卧室里放着一张小床 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男孩子的房间 一旁的书架上 放着不少的书籍 书架下是竖着的画架 在书架上 她发现了一本相册 相册匪页上 用卡通的花通字写着 小帅哥成长日记的字样 摩西抬起手掌 将照片送到自己眼前 注视着照片里的甘糖 摩西的视线 在甘糖的眼睛上定格 脑海里 闪过另外一张脸 那是一张小女孩的脸 与照片中的甘糖 有着相似的年纪 黑亮的头发下 是一对明亮如星辰的大眼睛 站在她面前 小小年纪却不卑不亢 那年 她十一岁 该夜五岁 所有的孩子都怕她 可是她站在那里 迎着她的视线 仿佛要将她看穿 那是第一次 有别的孩子不怕她 甘愿迈步 走进浴室 反手降门避紧 手指在锁死的扭伤 略略停留 终于还是将手缩回来 转过身 她迈步走向浴缸 路过洗手台 甘愿停下脚步 看向镜子里的自己 镜子里映出一张 女孩子的脸 夹上有两抹暧昧的粉红 一对眼睛里水色盈盈 虽然一夜 也没怎么睡 却依旧精神异异 似乎是有藏不住的喜悦 要一出唇角 那是她吗 她抬起手 轻轻拂拂自己的脸 要是以后每天都能如此 那该多好啊 手指从脸上滑下去 落上颈尖 她留下来的吻痕 想起昨天的彻骨欢愉 她轻轻地吸了口气 何必将她的衬衫龙颈 人就低下头来 深深地嗅了嗅 衬衣上的气息 后腰上 渐渐地就生出一片艳红 那是她的纹身 红色曼珠沙滑 如血盛开 不行 不行 甘愿现在还不是 能轻松开心的时候 还有很多事情 没处理完呢 这时 电话铃声响起 甘愿裹了裹郁金 接起 喂 乔良 你怎么打了这么多通电话给我 小悦 你终于接电话了 乔良的声音有些着急 你知不知道 刚刚有一伙人 闯进你家 我家 甘愿心里一个灯 你在园景小区 对 他们出来了 我先跟过去 一会儿我拍了照片 发给你看 先挂了 乔良急匆匆挂了电话 喂 啊 就你一个人吗 你别一个人行动啊 甘愿急得大喊 可电话早已挂断 有人去我以前的家 是谁 甘愿心里十分不安 两辆轿车在马路上及时 先生 还在跟 助理汇报道 朋友 男人开口问道 是的先生 根据资料 乔良是甘愿小姐的朋友 乔良二厨先生 应该是餐饮大鹅陆少杰的 独子陆子梁 酒店的服务员表示 之前乔良一直在追求甘愿 不过甘愿并没有接受 既然是朋友 应该知道不少该呀的事 男人看着甘愿母子的照片 毛子按了按 于是摆了摆手 车子急速下了高架 后边的乔良一见 连忙急匆匆地跟了过去 车子驶到郊外 乔良看了看四周的荒凉 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连忙掏出手机 想要联系甘愿 电话刚打通 原本不见的叫车 从后面开了出来 狠狠地撞上了乔良的车 乔良 听到乔良的惨叫 甘愿的心揪了一下 喂 乔良 你别吓我 你回我话 乔良 犹豫力地冲击 乔良飞出车外 摩西下车 走到他身边 一旁的手机 甘愿的声音还在传来 乔良 乔良 男人眯起眼睛 捡起手机 该呀 是我 听到这个声音 甘愿全身的血液都冷了下来 忍不住发抖 摩西 摩西继续说道 这个自称 是你朋友的人 跟踪了我一路 不小心发生了车祸 看他的样子 伤得有些重 该呀 你说 我应该怎么处置 跟踪我的人呢 山上的一栋房子里 乔良被打得奄奄一息 他还和你说什么了 摩西看着地上的乔良 问道 人在极度痛苦之下 会刺激神经 想起一些不小心遗忘的事 见乔良不吭声 摩西漫不经心地说了句 属下会议 朝着乔良伤口处 狠狠踹了下去 嗯 乔良疼得浑身发抖 你这个 疯子 乔先生 如果你想活命的话 建议你如实把这几年 关于该呀小姐的事说出来 助理开口道 谁是该呀 乔良开口问道 也正是这一句 再次引起摩西的不满 又是一顿毒打 少爷 助理将一个平板递给摩西 小姐已经来了 结果平板 看着上面的定位 摩西满意地笑了笑 速度还不算慢 另一边 将定位发射成功后 甘愿将手机绑在了 一只玩具猪身上 少爷 怎么定位走远了 助理看着定位有些着急 男人轻轻一笑 看来我的该呀 想要跟我玩游戏了 而此时的山脚下 你们是什么人啊 这条路是上山的必经之路 观景台谁都可以上去 你们拦着我们 什么意思啊 摩西下达了命令 封锁了整条路 引起了游客的极大不满 不行不行 这条路已经封了 保镖极力拦截着他们 游客十分不满 封路 你谁啊 你有文件吗 看保镖里有外国人 不会是有外国人 在我们这里 做些偷鸡摸狗的事吧 让开让开 我们要进去拍照 少爷 这是A市 我还是让兄弟们 撤了 免得引起注意对您不利 助理如实汇报道 摩西点头 嗯 让他们过去 另一边 趁着人群混乱 甘愿趁机溜了进去 甘愿小心地来到别墅后面 利落地爬上三楼 来到那间拉着沙帘的阳台上 侧耳倾听 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他小心地勾起沙帘 一眼就看到床侧地板上的桥梁 他没皱着 脸色无比苍白 似乎是担心 他出血过多死掉 右腿上的枪伤 已经简单处理过 尽管如此 裤腿上依旧是大片的血迹 看上去触目惊心 这会儿 他正在拼力地伸着手掌 朝着一旁看守的人道 能不能给我点水喝 结果被看守的 狠狠踹了一脚 屁事真多 马上要日出了 让我们过去 外面的吵闹声还在继续 看守地跑到床边查看 一打开窗户 甘愿已经利落地扑过来 一记手刀凌厉地 击在对方的颈动脉 看守翻着白眼倒向地面 听到动静 乔梁转头一看 满是震惊 小愿 你没事吧 甘愿问道 还行 就是这腿 估计需要一段时间复原了 我马上带你去医院 甘愿搀扶起乔梁 嘿嘿 你不该来的 乔梁一脸担忧 那个人 像个疯子 一路过关斩将 甘愿如入无人之境 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 已经将乔梁 从三楼带出大门 熬吃熬吃 少爷 根据追踪器定位 发现了这个 助理将玩具猪递到摩西面前 男人勾起嘴角 看着窗外走远的男女 我的哥呀 还是一如既往的聪明 小愿 乔梁看着甘愿 你认识那个人 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小愿 眼前的这个女人 真得是她认识的那个甘愿吗 将她痛苦的表情 收在眼中 甘愿心中满是歉意 对不起 连累你了 我会带你离开这里 深地图养 傻意